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两集理想更是联合了谭思岩准备一起扳倒赵立东 谭思岩是什么人呢 他是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 直接去纪委检举了赵立东 书记在私底下告诉赵立东有人向纪委举报他 还特意告诉他不要和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 其实主要意思是不让他再伸手蟒村的事 赵立东也立刻就捕捉到信息了 告诉秘书别再跟蟒村的李友天来往 而且还让秘书调查是谁举报的自己 这个秘书告诉李响是谭思岩举报了赵立东 然后告诉李响让谭思岩闭嘴 李响很听话地找来了谭思岩 把他带去了废弃了的工厂 表面上是按照王秘书的吩咐 在那像模像样的威胁警告谭思岩别再举报 实际上是在试探谭思岩的底 两人聊了几个回合 李响也看出来谭思岩是真的政治之人 而且非常执着 就跟他摊牌决定合作 把自己收集的赵立东罪证也给了谭思岩 李响这样做其实跟走钢丝差不多 之前有过这样一个剧情 就是安心跟踪李响 看见李响跟领导们喝得五迷三道的出来 安心本来就因为师父操闯的事跟李响有疙瘩 李响说起来也是因为师父操闯的事 才被架在了队长这个位置上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坚守 只可惜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当时安心直接就说李响怎么过落了 谁想李响掏出来一把各式各样的卡 说自己是潜伏在赵立东身边收集罪证 其实这里有一个细节 李响把玻璃杯放在了安心的前车盖上 车盖是个斜坡 和杯底的接触面积很小 可以说一个小的震动就能把杯子震到地上 其实这个杯子的处境 不就跟现在的李响一样吗 看似在一个不错的平台之上 但稍有不慎 不就是粉身碎骨 可杯子最后的结果是摔得稀巴烂 沾了茶叶的玻璃内胆 还在地上滚了挺老远 是不是也在暗示着李响的结局 也可能是这样粉身碎骨 只听见一声 想李响和安心 从小警察时期就是搭档 安心比李响冲动 李响比安心事故 所以两个人处事方式天差地别 但是都希望能对得起警察这份职业 借用网友们的一句话 大概就是安心和李响的李响都是安心 不过这些都是推测 兴许李响也能圆滑地度过这次的难关 李响没有像高启强一样黑化 观众也算是替安心 松了一口气 不过后续到底怎么发展 还是要看爱奇艺接下来的更新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